今天我們團體來到這邊主要的就是要來跟今天上任的第一天上任的新任NCC委員 送一份大禮 送一份大禮 那從上一次NCC事件開始對王中安有一些決議之後 其實也造成了很多有關社會的一個紛擾 還有新聞媒體之間 包括我們講的這種所謂之一的假新聞爭霸點這種狀況 所以今天呢我們民間NGO組織 着眼於其實我們整個台灣的媒體的亂象似乎是越來越嚴重 那作為媒體唯一的主管機關 我們希望我們希望NCC應該要硬起來應該要硬起來 我們也希望新任的NCC包括主委包括委員 能夠否決掉上一屆所留下來這種偉大不掉的一個狀況 直接就否決掉旺中的併購案 還給人民 還給人民一個安全 乾淨的媒體的生存空間 第一位我先邀請守護民主平台會長 徐偉請教授 徐教授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的第一個訴求是 拒絕媒體怪獸 否決旺中併購案 我們知道民間團體跟傳播學界相當長時間以來都反對旺中併中併案 我們基於主要的理由就是兩點 一個是這個經營者的不適格性 第二個是關於言論集中度的問題 那這兩點呢在7月25號旺中集團一連串的假新聞爭霸林的作為之後 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那麼這個從這一連串違反媒體專業的作為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旺中已經失去了他的媒體專業性 已經稱不上是一個民主社會裡面的媒體 也完全違背了他的第四權的責任 而成為一個私人的工具 那麼這件事情各界已經在已經看得非常清楚 以至於我們現在對於此事的反應響應的團體 已經遠遠超乎原來反忠實拒絕忠實的那個社群 那麼在這樣一個在著在這樣一個明顯的情況之下 我們同時卻看到我們的電視媒體 對於7月25號以來的種種的狀況 這個旺中集團狀況都不敢或不願報導 這足以顯示外界所擔心的這個言論集中的問題 寒蟬效應的問題已經確實發生 在這樣的事實基礎下 我們對於新任的這個NCC委員 我們有我們的期許是應該要忠實於NCC 關於維護言論自由跟多元性的這個職責 就旺中病終家案這件事情做出否決的決定 雖然我們知道這個處分已經做成 那麼我們也可以預測 旺中對於這個既有的處分 會做出會進行訴願的程序 然後同時我們也了解 新任的四位NCC委員包括主委 他是在社會信任基礎 薄弱的情況之下就任的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呼籲 我們最終的希望是認為 在這樣一個明顯的不適任 跟寒蟬效應的事實基礎上 NCC應該對於旺中病終家案 最後做出否決的決議 這是我們的訴求 謝謝 假新聞 反對假新聞 反對假新聞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有 以這個口號來邀請 全國社區大學促進會民出場高如瓶 好 張姐 我今天其實是帶著非常惶恐的心情 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我們的民間團體在這幾天其實活生生的看到 我們的媒體過去記者是為我們報導 最真實的新聞的事件 讓我們一般的民眾能夠從新聞裡面得到知識 得到最新的訊息 可是呢 這幾天我們發現這樣子的新聞 整個的中天中時它像是一個部隊一樣 用這種部隊的方式去霸凌我們的學者 去霸凌我們的學生 我們發現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一般的公民似乎已經沒有言論的自由 當我們的發言能夠會去影響到這個媒體 他的財路的時候會影響他的發展的時候呢 我們是身處在一個這樣子言論不自由的時代嗎 我們在這一次呢 也同時的呼籲我們的公民們 在未來看新聞的時候真的要有自覺 我們不願意再看到這個新聞再去霸凌我們的學者 今天如果我們不站出來反對新聞霸凌我們的學者跟學生的話 明天我們就會看到這個新聞會霸凌你我 接下來我們請台全會秘書長蔡季勳 蔡秘書長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還有各位社團夥伴大家好 我是台灣人權促進會的代表蔡季勳 我們為什麼一直要強調言論自由 事實上言論自由是一個確保人權可以實現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我們為什麼要去講新聞自由 因為新聞自由是促進一個社會法治民主真正落實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可是今天為什麼這麼多的公民團體站出來 就是因為看到我們的言論自由 看到我們的一個新聞媒體的自由已經日漸的淪喪了 如果大家還不健忘的話 4月的份的時候 馬政府他發表了國家人權報告 發表了國家人權報告 其中第18條有關於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在台灣現在的狀況 我們的政府自己也承認說 我們現在的新聞媒體呈現一個集中化被財團壟斷的狀況 可是上個禮拜NCC他做出來對於望中安的一個處分 居然是通過一個這樣子一個大財團 上下垂直壟斷我們對於媒體的一個控制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NCC新任的委員上任的日子裡面 我們要來到NCC前面去呼籲NCC他做一個獨立機關 他做一個監督媒體一個言論能夠保障民主發展的一個主管機關 我們希望新任的委員必須要撤回前任這個NCC對於望中併購安的這樣子一個決定 我們不希望再看到我們的財團 我們的新聞自由被一個財團這樣子一個任意的霸凌 任意的這樣子的一個霸凌 謝謝大家 我們接下來邀請的是公民美改盟趙紀元葉大華 大家好 我想之前王小弟導演對望中有一個訴求就是你好大我很怕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所謂NGO的聯盟站出來就是要告訴NCC新任委員 你狠弱我更怕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能夠接受NCC的委員把頭埋在沙子裡面這種頭鳥心態做出來附帶決議 我們知道我們反對就是望中這個超大的媒體怪獸 他就像庫斯拉一樣 今天你就算要他切割斷了他的右手叫做中天新聞台 斷了他的左手叫做中視又能夠怎麼樣 因為我們知道怪獸他是巨獸 他就是斷了他的手腳他還是很快就會長出來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在這邊嚴重的警告我們新任的NCC委員 請你一起來請你不要再像前任的舊委員一樣 把頭埋在沙子裡做這個違反社會台灣民主社會的這樣的一個決策 特別我們看到上個禮拜香港人他們帶著他們的下一代 有將近10萬人走上街頭抗議的就是中國 開始透過他們的國民教育進行大規模的洗腦教育 我們看看香港人的經驗再看看台灣 我們難道要重溝他們經過中國統治的15年之後的覆策嗎 今天我們不過就是一個望中 但是我們為什麼就如此的害怕 我們的政府單元我們這些政務官到底在害怕什麼 為什麼為了我們不能為了我們的下一代的這樣的一個民主言論自由來硬起來呢 為什麼只顧你們大人的商業利益 顧這些有錢人的這個言論跟自由 和忘了我們下一代 我們難道要重回過去這種老大哥的言論統治的業員時代嗎 所以我們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這些的公民團體 義不容辭在這個時候站出來 特別今天是NCC委員交接的時刻 我們希望新任委員你們要能夠提出來 你們對望中集團這樣的一個所謂附帶決議 否決翻盤自打嘴巴的一個做法 你們會有什麼新的一個對人民交代的做法 請你們能夠印出來印起來不要再弱下去 讓我們看不起你們 我們是不是一起來再喊口號好不好 我們反對假新聞 反對假新聞 IGG委員一起來 IGG委員一起來 反對 反對 反對附加條件 反對附加條件 重新開啟審造機制 重新開啟審造機制 我們說媒體霸凌這個是 霸凌這個詞我們聽了很多了 霸凌其實是這個權力關係的 是弱勢者對前世的強勢者對弱勢者的一個欺凌 今天 旺中集團夾得這麼強勢去對抗去控訴我們這一些 出來提升出的這一些學生學者 這叫做霸凌嗎 我想這些人的新聞素養可能有點問題喔 所以我們在這邊希望也禁告我們的旺中集團 不要隨意再說是人民在霸凌你們好不好 我們把我們言論自由把它找出來 把台灣人民的這個言論跟民主的這個自由市場 回歸到公平正義好不好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最後請公益生態社會聯盟的何仲勳 那在何仲勳老師發言完之後 我們就會邀請NCC的人出來接受我們的監舉函 好我想今天這個集會有行啊 跟昨天的學生的抗議啊 我們要非常感謝旺中集團 因為一個媒體啊 讓整個一個財團啊 讓整個媒體啊變形跟屈牛啊 然後呢讓公民能夠站出來 更可以顯示出我們台灣民主的可貴 因此呢今天的出來啊不是第一次喔 是正式的開始的第一次 我們希望呢今天的NCC委員啊 能夠呢抛開過去的被綁架的NCC委員 能夠呢秉公來處理這件案子 重新去審查汪中案 然後把它撤回 如果沒有的話呢 公民反怪獸聯盟啊 我們將會跟我們的NCC委員啊 一直呢纏鬥下去 看似呢公民的力量大呢 還是NCC的力量大 我想呢是這樣的 那麼在我們也嚴重的指引呢 上一屆的NCC委員啊 是不是在什麼壓力之下呢 讓汪中案呢快速通過 那麼有人爆料啊說啊 可能跟金輔充有關啊 那麼我們希望說呢 這個屆的NCC委員啊 不要呢跟金輔充有關 希望能夠秉公處理啊 所以我想今天啊 是我們這邊抗議最主要的目的 那今天是颱風天呢 大家都要上班啊 大家都沒有拿走路工啊 我不曉得今天中時有 中時跟中天有沒有過來 我想他們 大家都是自願而來的 可以所以呢 如果說媒體等一下 也可以一個一個問問看啊 我希望今天啊 的行動呢 能夠讓我們的公民團體站出來 我們真的是感謝旺中 能夠讓我們台灣一個 新一波的媒體改造運動 不好意思我們再補充一位 人次的發言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的 張宏林密宋 我想就快速講一下 立法院在整個 加開的臨時會裡面 通過了一個爭議的案子 其中之一就是 所謂NCC的委員任命案 這幾個委員有雙重國籍 有論文造假的嫌疑 還有就是我們講的 他的智力有造假的嫌疑 所以如果你們有看過表決 這新任的委員 既然信任度比美國牛肉的瘦肉精還要低 立法院投給他們的票還要更少 他們比瘦肉精牛肉還要不如 如果他們要證明 他們不是執政黨的附庸 他們要證明他們是具有 專業的能力跟水準 請他們就好好的來處理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這個造假新聞的可疑 我們現在的這個獨立的機構 如果沒有辦法扮演好獨立的精神 那就是宣告台灣媒體獨立性的崩解 也就是我們看到 現在所謂的第一部門第二部門 跟第四權的媒體 全部都交融在一起了 如果NCC還沒有辦法讓他釐清 NCC也跟著這個所謂的 第一部門第二部門 跟所謂的第四權的媒體 全部都交融在一起 那就是宣告台灣媒體的真實性 已經死亡 請這幾個新上任的委員 證明一下 你不是國民黨的附庸 表現一下你的專業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正式要把我們民間組織團體呢 對於最近有關於一連串的新聞亂象 我們正式要向NCC來做檢舉 那NCC這一邊派出的人員 那我們的一個代表 我們就請公民美改聯盟的代表葉大華 來 我們再往前一點 好 那請NCC委員揭曉我們的選舉行 OK 好 那我們大家來呼個口號 拒絕媒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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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連串的一個新聞事件 委員會報告 然後我們處理完畢之後 就會正式來回復給我們今天的 陳情的朋友好不好 那就這樣子